不过另外呢 现在来关心的是 网传非差不多 又分裂吗 吴子佳预言啊 侯友宜 可是有大秀在后头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这个很多的网友 对于现在的 昨天劳动节嘛 对于现在政府的执政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满意 来看一下基本工资 连青年调涨 说有加薪 然后说还今年 再次的调高四大标准 扣除了减税 还说增加福利 这是呢 我们的政府 播出的大内宣 但是就要问问 所有的劳工朋友了 你们有满意吗 有感觉吗 根据了雅虎 最新期谋的民调 对于蔡政府 在劳工的哪些面向 仍然有待改进 大家觉得呢 结果 看的是 大家觉得在调新的 速度跟幅度 47.2%的民众认为 要改进 另外的工时过程 将近三成的民众 还有休假的制度 22.3% 以及职场的安全 19.7% 还有工作的环境 17.5% 这是根据了 雅虎的民调 所做的最新的调查 看起来 大家对于劳工的环境 调新的速度幅度 还有工时休假 职场的安全 工作的环境等等 都还是蛮有一届 网友有人就盖楼留言咯 有人说 我就问啊 物价到底涨了多少 你知道吗 请问 我们的薪水 有增加吗 增加了 就算有增加 增加的幅度 跟得上物价吗 也有网友留言说 永远抓不到重点 老百姓要的 其实很简单 但是呢 你猜英文 却给的很无感 好 还有网友留言的是 这根本是诈骗 劳工第一名 好 我们的政府 看起来是 惹发了非常多的民怨 但是接下来的总统大选 能够政党轮替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呢 这个蓝营最强母鸡 新北市长侯友宜 她的喊话 她就说 劳工权益为政者 应该需用行动 来做一个落实啊 现在呢 大家也说了 有没有可能 接下来马上 侯友宜的大秀 即将要登场 因为市政咨询 五月十三 或是五月十五 结束之后呢 传出这样的一个消息 在五月十五号的前后 可能就会办 挺侯大会了 那接下来 五月十七号 也有可能 就被提名吗 机会最大吗 有没有可能 在这个时间点 或是左右呢 现在也传出消息 有可能在五月二十号 会搬出政治大秀吗 当然来看一下 美养电子报 董事长吴子 教他怎么分析 他认为呢 如果 这个五月十七号 提名在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话 那在二十号的当天 侯友宜一定会有 非常惊艳的一个演说 同时呢 他也提到 这个五二零当天 就变成三个超级的演员 包含了民进党政府 蔡英文会带着赖清德 柯文泽一定也会抢镜头 那国民党当然一定也要在五二零这一天呢 来抢个版面啊 好 不过要如何抢 如何出招 大家也都在看 那来看一下赖世宝怎么分析 赖世宝说 现在网路上头已经有很多人在讲 非某某某不投好 大家都坚持己见 结果就是呢 赖清德与翁得利了 好 蓝银的这个分裂 反而让绿营作响其成 他希望党中央能够列出 征召的一个准则 你要把准则列出来啊 要不然就黑箱嘛 好 要公开要透明啊 让大家能够接受 接受最后征召的一个结果 不过呢 提到新北市长侯友宜 我们就继续来看看 他之前参加的是 世界受益师会 晚宴的致辞 但是被立委罗志正呢 很酸说 对侯友宜的表现很失望 还说 他说不出流利的英文 一点都不意外 没有展现格局 也没有展现一个高度 不过蓝银回呛罗志正 不入流 这也代表民进党组成的 内外圈兵团 开始抓侯行动了 蓝银阶层动起来 计划要组织 这个侯塞雷 就挺侯大会 只要一针钊 就会串联全台湾都动起来 新北市长侯友宜 在台湾举办的 世界收益师大会中 用中文发表谈话 竟然被立委罗志正 脸书开呛 不意外 但仍然有点失望 还说本来就不期待 胡市长会说出流利英文 或是特别的国际事业 任何的领导人 在自己的国家里面 当然都是用本国语 有什么好酸的 这也让网友炸锅 纷纷留言 会说英文就代表会领导吗 那随便叫一个外国人 来不就好了 贾博是英文就好吗 游英系立委开第一枪 绿营锁定侯友宜 出动了中央党部 立委地方议员 以内外宣兵团夹攻 展开抓侯行动 哎呀我们要集结势力 然后内外夹攻侯友宜 他战略整个失交了嘛 侯友宜的问题 基本上来讲你们讲的还不够吗 从过去的六亿探长 从过去的这个包租公 怎么打就越打民调越高 所以赖清德这种做法 我想绝对不会有什么 实账效果 赖清德以信赖支友会为基础 不断壮大绅士 蓝鸡层也酝酿要成立 侯友宜支友会 只要一被提名 就会立刻串联全台动起来 侯啊就是侯子的侯 要组一个这个侯塞累的一个支友会 要来帮侯友宜在全台湾到处 来这个串联 那我觉得不管是嘉义同乡会 宜兰同乡会 有很多的后援会 大家都这个叙事待发 得到提名之后 整个这个后群的这个部队 全部都会动起来 侯友宜本身就是嘉义人 蓝银基层从同乡会开始动起来 民调也跟着升温 根据联合报最新民调指出 即使是在三角都的情况之下 侯友宜还是以29%领先 赖清德的27% 柯文泽则是以23%垫底 侯友宜的党内支持度更是过半 表示说有五成一的国民党支持者都挺猴 另外更有34%力挺下架民进党 再加上警察出身的侯友宜 也传出透过熟悉的警制系统 先深入南部的县市积极不足抢票 据有些要专长出来的特别报导 我们来关心总统大选民调呢 这个大选年其实调查局 临阵大楼却突然的发生了火警 传出一些重要的犯罪资料 还有非常非常敏感的监听记录 都在里头 到底这把火烧掉了什么 官员都不敢说 在野党现在质疑有内鬼 大选年调查局连正大楼突然爆发火警 包括重大犯罪资料 还有敏感的监听记录都在调查局里 这场火到底烧掉了什么 稍微多少机密资料 即便有任何资料毁损的话 外前处战都有正本在 只说有正本 打死不敢说烧掉了什么 目前排除外人还有境外势力放的火 那起火原因究竟是什么 火灾原因是属于侦查不公开的一环 情报单位烧出一把大火 瞎扯侦查不公开 官员想了想起火原因换这种 电机产品可能破损 老鼠是咬破这个绝缘体 也有可能会造成短路 蓝圈炮轰调查局藏着一堆机密资料 蔡英文任内最后一年突然着火 就怕有内幕 2008年调查局接到爱德蒙 说你第一家庭的人在洗钱 结果呢我们调查局长叫叶胜茂 直接拿给陈水扁 民进党什么事他不敢干 全局很多的监听的案子 甚至高端炒股 尤其是88枪里面 当时的卢渣是赖清德 他在当市长 这里面有没有签署赖清德的事情 如今不止台电听念怪老鼠 调查局也怪老鼠咬出一把火 网友气疯痛骂 养老鼠就可以搞掉一个情治单位 那共军从今天开始拼命养老鼠 全台部就遍地失火 因为老鼠不会讲人话 老鼠不会出来举牌抗议说 没事都怪我们太过分了 帮谁湮灭什么样的一个罪行 那一定要去把它挖出来 否则的话连调查局总部都能够大火 那哪一天总统府是不是也要大火 调查局的总本部 照理讲应该是滴水不漏的 再问一次敏感时刻 这把火有没有可能是自己人放的火 应该不会 国家重要情报单位突然起大火 原因是老鼠这种离奇的故事发展 不知道多少人能接受 记者张正名王振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